我把我的人民币都换成大名 啥你小的 现在那个人民币也像废纸一样 哎呦 全晚了 换人民币骗局 换金王 去看看 换人民币骗局 换人民币骗局 换金王 换金王 算是没错 银元资产不会造假的 看曾副市长和潘副市长过了开会 把季参谋员喊过来 季市长 正要去喊你吗 今天啊 身心的容老板亲自跑来反应 证券大陆里的投机商 窜通社会上一些人 拒绝接受人民币 而是用银元来交易 还有 在银行的各大网点 都发现了大量的假币 假币 对 还能存到银行 他们是把假币混在真币里 然后在银行一次性大额存入 工作人员发现不了 就把假币和真币一起发放出去 通知公安局 严查 是 陈队长 接着多起报案 很多商户受到了假币 关心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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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看看 不行 陈老总 外面这么多人 万一有敌特 无法保重您的安全 张口闭口就是安全 我陈毅没那么容易死路 走 关心啊 关心啊 陈长 关心啊 关心啊 弹罪人elles便宜 关心啊 支持盈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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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哥们 市民朋友们 让大家受委屈了 解放了 还让老百姓像解放钱一样恶逗皮 我这个市场有责任 我向大家道歉 道歉有什么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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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 我和新政府 会把打击金银外汇炒作 当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也请大家 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会给大家一次招待 一点时间是多长时间呢